迎知消息 主持搭檔浩角翔起 最近又要發行新專輯 而這張專輯當中有首曲子 是描述媽媽在煮兒子最愛吃的菜 因此呢浩角翔起還邀請了兩個人的媽媽 一起到錄音室和她們合唱 浩角翔起再次出雙人EP 不過她們賣的不是優美歌聲 而是一種氛圍 一種感情 來 準備 高高 一起全部都在 這這麼大 它都 既第一張EP 她們賣了8000多張之後 她們最新又發了一張叫 發發發狂翔曲 其中一首單曲叫媽媽的菜 她們兩個還請到浩媽跟翔媽出場 一起進錄音室為兒子幫腔 媽媽從來沒有跟我們一起錄過音 第一次進錄音間唱歌 大突破 是寫媽媽煮的 然後我最愛吃的菜 然後寫一寫的時候想說 好像有在跟媽媽對話的感覺 然後結果媽媽的那個歌詞就跑出來 結果變成母子聲情大對唱 其實浩子擅長作詞作曲 阿翔則跳舞一流 兩人是互補 但浩媽跟翔媽一起進錄音室 到底哪一個媽媽的歌藝比較好 如果我嚴格比較起來 我認為我媽媽真的可能 比較 比較在拍子上面 第一次第一次的時候 那浩子的表情的意思是 就是每一次他媽媽都比較在拍子上 後來我們經紀人打電話去我家 沒有打電話去給我媽媽的時候 然後我媽那邊都很吵 然後問說 欸現在媽媽你在幹嘛 啊我要練練歌啊 我在KDV面練歌 聊八記者一卷台北八道 好